广西巴马凭什么被誉为长寿之乡 就是在找养老小院的路上 就有很多朋友给我推荐广西的巴马 非常适合康养和旅居的一个地方 广西很多地方我都有去过 唯独广西的巴马没有来过 咱们这一次看看广西的巴马 它到底有何独特之处 能被誉为长寿之乡 能被誉为康养和旅居的圣地呢 进入巴马县城以后 主要的一个旅居带 就是康养的一带呢 是在巴马县城前往三门海景区这一带 从巴马县城的第一站呢 就是盘阳河景区 我现在就在盘阳河景区里面 这是一个免费的景点 这里的风景呢 主要是有稻田画 我们现在来的可能不是时间 这个稻田的稻子已经割掉了 然后呢继续往前走 就是盘阳河的河边 沿着盘阳河就有徒步小道 非修鱼期的话 这个盘阳河是可以钓鱼的 这个盘阳河的景区里面呢 也是有村庄的 这个村庄呢 你看每一栋房子呢 都是修了好几层 它是由房子出租的 我在来巴马之前呢 就有了解过 这个巴马它为什么能被誉为长寿之乡 第一点呢 巴马的空气含有非常高的复养离子 关于这个复养离子 对人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呢 直到的朋友呢 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巴马的水 巴马的泉水呢 它是属于弱减性的 然后小分子的水 这个弱减性的小分子水呢 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 直到的朋友也告诉 咱们其他的朋友一下 整个巴马村子里的房子 基本都是多层建筑 前面的市场大概有四五百块钱一个月 四五百块钱一个月 沿着排阳和往上游走呢 会经过一个这里是坡 甲转 甲转 甲转镇 然后这个小镇呢 以前小雨哥有来这里租房子住过半年的时间 所以他对这里是非常了解的 这个甲转镇的房子呢 就是你要租的话 像这种路边都会有那种招租的广告 你可以挨个的去找那个电话 但是租房子的话 一定要找一手房东 然后这个租房子的价格呢 整个南洋和这一带的房子 反正有三四百一个月的单间 四五百一个月 七八百一个月 然后也有个一两千两三千的 就是可能租宿的条件不同 它价格会不同 有些专门过来炒房的 会把那个房价会炒得很高 大家要租房的话 多去对比一下 整个甲转镇呢不大 但是生活所需品样样俱全 这里还有菜市场 专门本地人拿过来卖的菜 这里的物价呢 蔬菜在两三块三四块一斤 然后肉类呢是13到15块一斤 这里最实惠的 我觉得还是粉炸粉 六块钱一碗 就在甲转镇的旁边呢 就是泼开村 这里呢有一个泉沿 在去泉沿的路上呢 还有一个游泳池 这里的广告词是用矿泉水洗澡 然后这个泼开村呢 也是租房的一个热门地段 这里的房子很多就是十年二十年的租 租了在这里长期的坑养 然后呢最低也有半年起租的 这个村子挺干净挺安静的 个人觉得比镇上要好 但是呢我还是比较喜欢有院子的房子 这种楼房呢我感觉不是很适合我 这里是泼开村的中心广场 整个村子城乡结合我觉得挺舒服的 反正空气是非常好 然后小宇哥说那个泉沿就在前面一点点 哇 这里就是泉沿哦 哇这水从地下渗渗上来的 感觉好舒服呀 这就是泉沿渗出去的水 哇清澈见底 这里就是游泳区 哦这里是游泳区 饮用水就是如果私人要来打的话 可以来这里打水吗 从那边上过去把那打 就从那个边上过来 从那盘上过来 从那边上打 哦从那边上过来 铁门从那进去 嗯嗯嗯 以免污染这个泉沿是吗 出来这个这一块就可以游泳了 哦都可以了 哦 哦难怪有这么多人会选择泼开村 这个村子 除了能喝到水质非常好的地下矿泉水之外呢 还能在这里游泳 哇这里游泳太棒了吧 这里就是刚才那个泉沿流出来的水 哇清澈见底 看那边 那边还有人在那洗衣服呢 然后这个泉沿的水呢 就直接流向了盘阳河里 这里是泼开村的盘阳河边 哇到晚上的时候坐在这乘凉 挺舒服的 这风景是很好的 你看这边 这个河中间有一坨石头 还是一道很独特的风景线呢 对面马路也是可以直接下到河边了 甲壇镇继续往前走呢 就是百鸟岩 只有坐船是需要收费的 进去参观这个风景呢是免费的 然后我们徒步呢 走到那个百鸟岩的洞口那个地方去 这边还有一个营地呢 可以停房车的 就在这个位置 全程是90一个人 百鸟岩的整个风景呢 就是里面过去有个山洞 很漂亮的山洞 去百鸟岩我们不坐船的话 就只能走路进到那个百鸟岩洞口 然后这个景区的门口呢 也有一个村庄 就是那边那个村庄 这个村庄的话也是有房子出租的 这里面来康养的话也很舒服的 这门口就是稻田 风景也很好 巴马为什么会被誉为长寿之乡的 还有一个原因呢 据说这边的土地是含富稀的 种出来的农作物呢 非常好 这条去往百鸟岩的小路不太好找我 就是免费的这条小路 穿过一片竹林 终于到了这个百鸟岩 能钓到鱼吗这里 好不好 这里就是百鸟岩的洞口 然后呢坐船呢就可以进到最里面去 我们走路进来呢就只能到到这里了 看这百鸟岩的水 哇好多小鱼 清澈见底 广西这边有很多像这样的岩绒 也会有很多的就是这种溶洞 然后还有很多地下水渗透出来 也有很多的泉沿 从百鸟岩出来以后呢 沿着盘阳河继续往上游走 这是百鸟岩的后山 长寿之乡八盘屯 我们来到了长寿村 整个八马有两个标志性的字 寿在湖中 这是一个寿子吗 走进长寿村 一大片的荷塘 听说这里的藕是复兮的藕 直接拉走做藕粉的 这个荷花开的时候 风景一定很美 整个长寿村就建在盘阳河的边上 这个好原始的一个吊桥 可以直接通往长寿村的 还有点晃悠 这个长寿村的特色美食呢 就是烤香猪 烤小香猪 我还没有吃到 这就是整个村子里面 有很多卖中药的 然后一些保健用品 这里有租房子的吗 有 这里的房价是多少呢 一千五六吧 丹尖 刚才小雨哥说 丹尖估计在一千一个月左右 烤小香猪 烤小香猪 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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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的脆不脆 脆啊 怎么不脆啊 脆 这个脆呢 脆脆的 这个脆的 多少钱一斤 必须来一只 买了点小香猪 尝一尝 尝尝巴马的长寿村的小香猪 方面就是要这个皮脆的 很脆的 很脆吧 你看 很脆的 送给你 谢谢 来一个要盐的 嗯 就吃这个皮脆 反正肉呢 还没有那么厚 对 肥而不腻 对 对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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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寿村 走一走 一定能活到99 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啊 这整个巴马就是我站在一个游客的角度来 来来看这个巴马哈 就不说在这里定居 在这里玩 来这里旅游 我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 然后三清水秀的就心情会特别好 如果要找院子的话 我在这整个巴马就转了一圈 看好多房子 就是农村的房子都是小楼 就是几层楼高的那种楼 而且好多房子都没有院子 我要找那种只有一层楼或者两层楼呃 带院子的房子 这个长寿村呢 听说有好多未百岁老人 但是这次过来了一个也没看到 游玩巴马呢 除了自驾游还可以重坐公共交通 这个公交车半个小时一班 这里呢就是颇跃症整个巴马旅居康养最火的一个地方 被啥那么多外地人会选择在颇跃来康养呢 咱们这个视频呢有点长 下一期再慢慢给大家介绍 包括这个摆摩洞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癌症患者会去摆摩洞 咱们下期视频一并介绍 整个颇跃症呢超级多外地人 都是过来康养的 每年这个颇跃症呢最旺的时间 是在10月到来年的2月 我呢到了巴马之后呢是住在三门海的 游客中心旁边有个房车营地 然后呢买菜呢是到这个颇跃镇来买 我是特别喜欢到这个颇跃镇来买菜 每天的4点过后哈 就在大街上就有很多当地老奶奶老爷爷 就是拿着自家种的菜到这个小镇上来卖 颇跃镇也有一个很大的专门的菜市场 但是大的那个菜市场卖的菜呢 好像是外地进来的 重点是当地的老年人卖的这个菜特别便宜 然后整个巴马呢那个物价我也觉得 是相当实惠的 一个人1000块 就是这整个巴马这一条康养线上呢 刚才那个小雨哥说 一个人1000块就能够过得很好 这整个巴马的康养线上呢 除了中房的还有那种就是包食宿的 包吃包住的那个那种公寓 相当于1600或1800两个人 一个人也就喝八九百块钱 就是一日三餐包吃的公寓 挺划算的我觉得 因为我感觉我一个月吃都要花一千多 因为我感觉我一个月吃都要花一千多 即将左转 哇这个洞好凉快啊 就在这个山里好壮观 整个巴马的那个康养路线的最后一站 就是三门海景区 这个庚川洞呢 离三门海景区有个一两公里左右 然后再往前走呢 小雨哥说有一个红军的兵工厂洞 不少人到这个山东来乘凉 哦这里还有玩攀岩的 哇好帅啊 奶奶 奶奶 你今年贵庚啊 你今年贵庚 多大年纪了 哦 今年八十四 哇你身体这么好 还下地干活呢 要做吧 哦果然是长寿村里 嗯 哈哈哈 身体好好啊 还在干龙虎 经常能够看到 八十六岁的老人在地底干活 哦 哦 挺健康的 对 果然还是在这大山里舒服 我们现在是去一个 以前红军的一个兵工厂的一个山洞 去参观一下 看这大山 哇好壮观呀 这就已经到了 那个兵工厂 挺壮观的 可以 如果大家第一次来这里的话 导航我不知道怎么导 我也不知道怎么找这个路 嗯 你可以搜索我地图上的这个地址 试试看能不能找到这里 哇 这个地方的山洞才真的是壮观 这边有一个山洞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山洞 哇太壮观了 这只是冰山一角 是吗 一会走到那个火台那里 啊 看下面才是真正的壮观 哇那赶快走 哇 这里现在已经属于什么 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七军二十一十密密兵工厂 盐 遗址 这里面有点臭 这里面还有房子呢 那里是什么 怎么还有亮灯的 这里有介绍 哎 紫洞 成干燕洞 很好奇哈 这个红军的兵工厂 设立在这个大山的深处 那么它怎么运输的呀 你看它不是有 翻装子弹 什么土地雷 凹销 那这些东西它需要运输出去啊 对啊 那它是怎么运输的 在大山里 大山里 靠人背的 人背 人背着 那也背不了多少啊一次 能背多少背多少背 但是我听本地人说 好像那里边还有条小路 哦这洞里面还有一条小路 当地人说的 那好像亮灯那里可以出去 对啊 就亮灯那个地方有人呢 就是从那边可能能进来 哦那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山洞 对 可能进到那里的时候又不能往里进了 对面的 你们从哪过去的 它不回我 看这个好像是人工凿出来的一个坑还是什么 原来这个兵工厂是叫马王洞 下边这个就是飞龙洞 哇这广西的旅游资源太好了 还有好多没有开发的景点 或者是正在待开发的景点 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三门海这个景点呢 坐船是要收票的 多少钱来着 忘了 不是90斤 这里还有人在这游泳 就是如果说你不不坐船的话 咱们可以走路去到这个三门海的融洞门口 今天我们来的时间已经快六点钟了 天快黑了 我们就不去坐这个船了 但是呢 我觉得我在网上看过攻略啊 这个景点呢 非常值得你坐一次船的 这里是三门海去往 啥天坑 天坑 天坑的一个融洞 到天坑的中心部位 哦 穿过这个融洞就到了那个天坑的中心部位 啊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马王洞和飞龙洞 就是从这儿 这里有栈道可以走上去 哇可以从这儿下去吗 哦 这下面是地下河 啊 山中有海海上有门 哇好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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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那个天坑 CPU 如果有阳光光线好的时候 这个水会碧莉碧绿的 很好看的 我觉得巴马之所以被誉为长寿之乡 除了它的空气好 水源好 还有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 来巴马康阳和旅居的人 除了会修的这一群老年人之外 还有8090的这群年轻人也来这里康阳 我到了巴马以后 一直是住在阿门海游客服务中心的旁边 一个房车营地 这个房车营地 估计可以停50辆左右的房车 营地每天的营卫费是10块 有这个木板的话是15 每天的价格 看这俩小孩 哎呀好热情 今天大半天没看到我了 抛了 整个巴马的概况介绍呢 就已经结束了 应该还有漏了一些什么内容 如果大家对巴马哪些内容 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好了那咱们这一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喜欢周周视频的 记得给周周点击关注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